百革核心州的观众好 欢迎收看10月21号的百革大时机 我是威敏 一党主席哈迪欧望昨天表示 一党已经成功吸引穆斯林支持 而接下来的重担是要在第16届全国大选 吸引非穆斯林以及非马来人的支持 结果这番言论就被公正党副主席 聂纳·资米抓痛脚 直指这跟哈迪去年8月发表的声明 自相矛盾 因为当时的哈迪狠批大马政府以及司法机构 遭到腐败人士的破坏 并且指这些人当中大部分是非穆斯林和非土著 可如今哈迪却向非穆斯林招手 显示一党主席的态度一时一样反复无常 面对公正党的炮火 一党总秘书达基尤丁今天反应迅速 在记者会上开枪护主帮哈迪否认了指控 尔盛弥蒲长 پس taf pernah mengenepikan atau mengiktiraf sokongan ataupun kehadiran orang bukan islam 如果 sedara dengar 中文字幕志愿者 同样一个场合 登州大臣阿莫山苏里 也针对一党成立跨州合作的SG4做澄清 针对有人质疑 成立SG4还委任前首相马哈迪出任非官方顾问 看起来像是要和联邦政府中断合作或者是对立 对此阿莫山苏里强调绝无此事 不过马哈迪如今不是股会议员 加上和首相阿华关系不佳 这会否影响到SG4和联邦政府之间的合作呢 对此阿莫山苏里表示不担心 因为马哈迪只是挂名顾问 不需要和联邦政府直接对接 西蒙和国阵在去年全国大选之后 合作组成团结政府 但是我们看到当中的马华和行动党 继续针锋相对 未能够兵士前嫌 今天卸任马卿总团长的王小婷 在马卿代表大会发表交棒演词时 就促请马华领导层 坚守马华尊严的最后一道防线 坚决不和行动党合作 当然 马华不会也不要 更不能与行动党合作 这不是因为马华消气 是因为行动党在过去50年来 一直就是在谩骂 而对着马华的这个谩骂 不只是谩骂 而是恶毒的诅咒 抹黑与污蔑 我们甚至也绝对不会忘记 行动党曾经要剿灭马华 要对马华赶尽杀绝 甚至拍MV 要为马华射灵堂 王小婷也以明年时期 火箭和一党合作为例子 指责行动党会为了自身利益 而出卖华社 因此行动党永远不可能成为马华 各位很多人在说 行动党很快就变成马华了 不对不起 行动党永远不可能变成马华 因为马华不讲骗话 马华不出卖尊严 马华不卖华教 马华不指责别人 马华不以私利出卖我们的立场 所以马华一直就会是马华 行动党不会是马华 王小婷也声明 马华可以为了国家的政局稳定 而支持团结政府 但这不代表要和行动党合作 否则就是放弃尊严 会被华社甚至是党员瞧不起 澳洲稀土生产商莱纳斯昨天宣布 将关闭大马所有业务 只保留混合稀土碳酸岩加工厂 对此劳务国会议员周宇辉直言 莱纳斯的关闭是人民抗争12年之后的胜利 不过他也揭露 关丹革宾莱纳斯还有多达150万吨的稀土放射性废料 丢弃在工厂的后方 暴露在空气当中 任由日赛雨林只是用帆布遮盖 因此他促请莱纳斯把全部废料运回澳洲 不要置放在大马后花园 危害大马人民的健康 云顶将建设收费站的事情 引起人民的热议 甚至有人说这项建设已经获得了财政部的批准 对此彭亨州立法议会副议长李正贤揭露 他已经亲自向财政部副部长沈志强求证 后者表示云顶征收过路费的事件和财政部无关 至于彭亨州政府这边 李正贤证实州政府还没有收到相关的文件 不过他将会透过内部管道 向州政府和工程部再三的确认 这项计划是否已经获得了批准 另外李正贤坦言 云顶的道路是私人地 肯定有权利向各政府部门申请征收过路费 但是他希望云顶集团能够进一步研究 向游客收过路费的必要性 接着带你来快速浏览其他新闻 国家清真寺外面今天出现多人聚集 声援前首相纳吉 希望他获得国家元首的特赦 出席者身穿应有还回纳吉布朗甘南进 标语的白色上衣 并且高喊支持纳吉的口号 除了纳吉的儿子纳兹福丁 无亲团团长阿克马也到场支持 他声称现场有超过2000人出席 大马皇家海军最大型军舰 斯里英德拉萨D号 今天停靠在槟城瑞典贤码头 开放给公众参观 首一个小时就吸引超过1000人上船 斯里拉萨英德D号是一艘多用途战斗支援舰 平时停靠在霹雳宏图砍海军码头 可运载16辆三吨的裸里 或者是25辆轿车 还有一个直升机停机坪 而发射炮机的有效距离是50公里 今天的百个大时机到此 感谢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